复训复公替 宽月宽一多 这两位大臣呢 就劝这刘从赶紧投降 赶紧把这荆州城献给曹操 这事上上策 那位说了 他们俩有病啊 脑子进水了 大脑让驴给踢了 怎么给主公出这馊主意啊 实际上他们俩呀 一点都不傻 全都是替自己着想啊 如果说这小刘从赋予顽抗 跟曹梦德拼命 那么玉石巨坟 没有好果子吃 他们这些文臣武将啊 都得变成炮灰和牺牲品 如果说投降了呢 那就好办了 他们公务员的身份还能够保留 什么奖金啊 绩效啊 精神文明奖啊 一样都少不了 所以他们呢 就劝着刘从赶紧投降 投降就好了 至于刘从是死是活 那他们呢 根本就没想 哎呀 这刘从啊 太为难了 两位先生 你们虽然说得很对 可是我把先父的基业给了曹操 天下人会不会耻笑于我呀 话音刚落 有个人呢 迈步走进来了 诶 主公啊 副公替 快一夺 这话说的都太对了 您一定得听哦 大家伙抬头一看 来的是山阳高平人 此人姓王明灿 自重宣 书中代言 这王灿呢 很有本事 不过长得太寒碜了 身材矮小 又黑又瘦 就好像一层黑皮 包着骨头 别看他个子挺矮 但是声音洪亮 有口才 这王灿小时候啊 前去拜访蔡庸 当时蔡府是高棚满座呀 家人进来禀报 说王灿来了 蔡庸一听 赶紧起身迎接 把鞋都给穿到了 在座的宾客 都觉着很奇怪呀 哎呀 蔡中郎 您为何尊敬 这么一个又矮又瘦的小子呢 蔡庸可就说了 列位有所不至 这位王灿有异才 我不如他呀 这王灿什么异才呀 头一样 他记性特别好 有走马观碑之能 骑着马往前一跑 道路旁边呢 有一桶碑 这碑上头写着碑文呢 可能是万语千言 那都不要紧 这王灿拿眼睛 叉这么一扫描 就跟那扫描仪一样 回过头来 汤汤汤汤 就能把这碑文 给你背出来 再比如说 有两个人呢 坐这下棋呢 为了一个棋子 或者一步棋 打起来了 听堂五四夸叉 把这棋盘呢 给掀了 棋子掉了一地 这俩人脸红脖子粗 眼看就要拼命了 王灿呢 在旁边看着呢 说你们别着急 把棋盘赶紧恢复起来 我把棋子啊 再给你们重新的摆好 啪啪啪啪 就把这残局呀 又给恢复了 跟没破坏之前 是一模一样 记忆力就这么强 这王灿最好的 就是数学 要是搁到现在呀 他准能成为数学家 跟陈景润 得并驾齐驱 成为双子星座 这王灿提起笔来 还能写文章 诗词歌赋文不加点 绝妙一时啊 王灿一世七岁的时候 就成了名了 被委认为黄门侍郎 后来因为天下大乱 他到京乡避难 刘表刘景生 非常赏识他 用为上宾 可是王灿虽然有本事啊 至今还是没得到重用 这刘从也非常尊敬王灿 众宣先生 你说我为什么要献荆州呢 为什么要投降曹操呢 这王灿文文当当的 主公 您和曹操相比如何呢 哎呀 我怎么能跟曹丞相相比呢 是啊 曹公兵强将勇 足之多谋 秦吕布于下批 催袁绍于关渡 赶刘备于徐州破 乌环于白狼 而今兵临京乡 谁人能敌呀 傅训和宽月两位先生 劝您闺父曹操 把这京乡九郡拱手相让 这乃是长久之计 主公啊 千千万万不能迟疑了 要是再晚一点 您后悔都来不及了 刘从一看手下这么多能人 都劝自己归降曹操 他呀也就动了心了 列位先生所言极是 可是我得禀报我家母亲呢 刚说到这蔡夫人 有的屏风后头可就转出来了 一直在这偷听呢 哎呀 既是仲宣 公替一夺三位先生所见相同 那咱们呢 就归顺曹丞相吧 那位说了 这当妈的怎么也想投降啊 还是那句话 各怀心腹事 近在不言中 这蔡氏夫人呢 半老徐娘 她对自己的相貌是非常的自信 认为自己呀 辈儿性感 辈儿有魅力 这蔡氏夫人可听说了 曹丞相是好色之徒 想当初战晚城的时候 就曾经把张秀他婶 整到他被窝去了 名铺野盖 捣缝巅乱呐 受了多少宠啊 沾了多少光啊 如果说啊 把这京香酒郡这么一现 那么我再献献媚 花枝招展这么一嘚瑟 那么曹丞相肯定就相中了 说不定跟我呀 也就成了半路夫妻了 哎哟 那时候 比跟着刘表刘景生那病秧子 可享福多了 您看这娘们多不要脸呢 憋着劲要跟曹丞相搞破鞋呢 一旁边蔡茂也说 嗯嗯 归顺朝廷那是最好啊 曹丞相就是朝廷 这小刘从瞧瞧母亲 再看看舅舅 那好吧 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这刘从让人写好降书顺表 派大将宋忠去面见曹操归降 就这大将啊 这名字不太好 叫宋忠 离出殡就不太远了 单说这宋忠 见到了曹操 跪到地上就磕头啊 就把这降书顺表 望上这么一城 曹操太高兴了 没费吹灰之力京乡九郡四十二周线 就归我曹梦德了 水汉马不均好几十万呢 赏 赏宋忠二百两文银 曹梦德用手又一指 宋忠啊 你马上回去 让刘从出城迎接 我让他勇为京乡之主 谢丞相 宋忠告辞是回转襄阳 宋忠刚一走 大谋是成玉克就过来了 呃丞相啊 您怎么能答应 让刘从勇为京乡之主呢 据说刘从这个孩子 非常的聪明啊 如果长大成人之后 可是您的心头大患怒 曹梦德手脸虚然 微微这么一笑重德 不必多虑 我只不过赞安儒子之心呢 等老夫兵进荆州 我再发落于他 哦 成玉恍然大悟 闹了半天曹丞相啊 骗人呐 先拿甜言蜜语 把你稳住回过头来 再整死你 把这头交代好了 曹梦德又想起刘备来了 这个大尔贼啊 在心也虎视眈眈的 眼中钉肉中刺 我先得把你给拔了 派什么人呢 哎 派俩人 头一个是曹仁曹子孝 这是大元帅 催动人马往前走 第二个就是徐楚许仲康 这是猛将啊 带着三千人马 给这曹仁曹子孝 当钱不正印 先锋官 回过头来 咱们再说刘备 刘玄德 他也听说了 这曹操领兵 要攻打新野 他是兴夜万回赶呢 倒在新野 诸葛亮着急忙慌 就问他 诸公 刘表是不是 要把荆州给您呢 啊啊 对呀 对对对 他说传位给大公子刘齐 让我呀 辅佐 坐镇荆州 诸公 那您是怎么说的 哎呀 先生啊 你知道我刘备的为人 我怎么能够答应这个事呢 诸葛亮摇了摇头 诸公啊 你没有接管荆州 大公子刘齐肯定也来不了 用不了多久 曹操大兵可就到了 那时节 京乡九郡四十二周线 就得归曹操 诸公啊 到时候你就后悔去吧 啊 君士此话怎讲呢 哎呀 诸公 刘表只要一死京乡事业 那就是刘从的 蔡茂一定主张 把京乡献给曹操 我们君臣可怎么办呢 占据这小小的新爷 弹丸之地 不用说聚曹 就是退走逃跑都不容易呀 刘备一听啊 也着急了 哎呀 先生啊 曹操一致晚成 离新爷可不算太远了 我们应该如何呢 哎 诸公啊 看起来只有放弃 新爷这座小城了 啊 君士 那咱们到何处安身呢 暂时去樊城吧 哎呀 难道说蔡茂 真就忍心把京乡献给曹操吗 这不太可能吧 正在这么个时候 关羽关云长推进一人来 跪下 哭通一声 这位呀 趴到地上了 刘备一看啊 认识 这是京乡的大将叫宋忠 哎呦 这宋忠啊 怎么跑到我这宋忠来了 哎 真不吉利呀 呃 二弟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哥 我在城外巡查 突然看见宋忠 有的晚成方向过来 我估计有事啊 就把他给捉来了 大哥 我已经问清楚了 我宋忠 你如实的讲来吧 这宋忠到现在 也不能不说了 就把京乡酒郡的事 汤汤汤汤 讲说了一遍 刘表是怎么死的 这个蔡夫人 他们怎么篡改的遗诏 这刘从事怎么接的班 怎么开的会 文武群臣怎么给出主意 现在已经写香书 纳顺表 把京乡酒郡呢 献给曹梦德了 刘备文婷 哎呀一声啊 眼前发黑 哭通通 就摔倒在地 众人一看 这不乱套了吗 赶紧抢救吧 又是掐人钟 哎又是盘腿 又是捏胳膊 撅砸锤叫 费老半天劲呢 刘玄德 这才悠悠转醒 是放声痛哭啊 哎呀 我的兄长啊 哭兄长 哭的是刘表 刘景生 实际上刘备心情 非常的复杂 哭哥哥 这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 哭这京乡酒郡 四十二周线呢 哎呀 那应该是我的菜呀 我 我没好意思拿 哎 这曹操挺不要脸 他倒好意思 哎呀 都归他了都 刘玄德脑子 都快爆炸了 哎呀 军师说的 太准确了 他看了一眼 这宋忠 哎呀 越看越别扭 你 你还不与我滚聊出去 这宋忠啊 抱头鼠窜就跑了 刘备又着急又难受 不知道这事啊 该怎么办了 这时候 有人进来禀报主公 大公子刘奇 派一级先生来了 刘备非常感激这一级呀 因为一先生两次搭救他 那是活命之恩 刘备和诸葛亮降接迎亚 把这一先生 就让进房屋当中 黄叔啊 大公子听说 刘京州 已然故去菜市节地 立刘从为主 让我前来禀报黄叔 同往襄阳问罪呀 刘备流着眼泪 看着一级 哎呀 伊先生啊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问罪呀 是来不及咯 那刘从 他 他他他 他已经把京香酒郡 献给了曹操了 一级先生也大吃了一惊啊 哎呀 既然如此 黄叔 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诸葛亮文庭眼前就是一亮 伊先生即将安出呢 呃 军师 呃 黄叔 应该立刻以调桑为名 带人马 购奔襄阳 那刘从必然出城迎接 借这机会呀 您就把刘从给捉住 然后杀进菜市一党 京香九郡 可就是皇叔的了 诸葛亮一听啊 条大直称赞巴辽 伊先生啊 您这主意太高了 一转身 又跟刘备说主公 就按伊先生意思行事 有了荆州 大公子好办了 咱们也可以对抗曹操 这刘备眼泪是一顿一顿 望下掉吧 二位先生 兄长临危之时 脱骨于我呀 现在兄长已经先事了 九泉之下 做了亡魂 我如果 勤拿其子而夺其地 将来有何颜面 见我兄长于地下呀 好嘛 这刘备想的还挺远 这时候又有探马兰齐来了 报 报主公大势不好啊 曹操大队人马 已经倒在博望坡了 曹人为主帅 徐楚 为先锋 刘备文廷啊 差点吓死 诸葛亮可稳的 一摆手 先打发一级先生 回江夏 得跟公子刘齐 离报 离报啊 另外要商量整顿兵马 迎敌之事 这一级告辞可就走了 回过头来 孔明 看看刘备 主公啊 气也放宽心 我自有退兵之策 上回 咱们一把火 烧了他十万人 这回又来了 不妨再放一把火 烧他个更痛快 不过主公 我们君臣在心也 可住不下去了 必须带着全城老百姓 迁到樊城 哎呀 只要军师有计策 就请升堂派将吧 自从火烧博望之后 上至刘备下至 将士儿郎 还有老百姓 都佩服这诸葛亮啊 诸葛亮说什么 他们听什么 话虽如此 可最后这句话 不太好办 新野的老百姓 都迁到樊城去 啊 男女老少 大人孩子 大包袱小包袱 这一般家 跟带兵打仗可不一样 刘备是十分的着急 诸葛亮马上传令声唐 众文武参见军师 战力两侧 诸葛亮把令箭抄起来了 啪啪啪 一只一只的往下派 什么关羽呀 张飞呀 赵云呢 孙乾呢 简庸啊 弥方啊 弥竹啊 不管是文的是武的 全都拿着令箭了 大伙一听好家伙 这回军师派将派的都玄乎 比如说 这弥方和简庸 让他们呢 带着六百人分成四对 三百人打青旗 三百人打红旗 到这个新野城外三十里地 这地方啊 叫雀尾坡 到那等着去 等曹操大兵要是到了 这打青旗的 打红旗的 来回就这么溜达 游得山前到山后 游得山左到山右 忽悠两圈之后 回头就跑 得保证安全 哎呀 这弥方和简庸都懵了 这是干什么呢 哎呀 跟小孩过家家似的 也不敢多问呢 哎 带兵走了 关羽怎么干 张飞怎么干 赵云怎么干 也都是说的清清楚楚 非常的玄妙 最后就剩下刘备刘玄德了 啊 军师啊 那我干点什么呢 主公 您这个差事最好了 您准备一桌酒宴 咱们俩呀 倒在山头上去 咱们就军臣对饮 一边喝 一边看热闹 这就万事大吉喽 啊 刘备一听 我这差事是够美的 啊 还能喝酒 哎呀 军师啊 这场合我喝得下去吗 主公 您喝不下去也得喝 必须得镇静 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那位说了 这诸葛亮这回派将 怎么胡了八图的 到底出哪门 入哪门呢 哎 您别着急 望后一听 可就清楚了 咱们说这诸葛亮啊 刚把人马派好 这时候 徐楚 带着三千铁甲军呢 离这个雀尾坡 可就不算太远了 探马禀报徐楚 先锋大人呢 前边发现一哨人马 嗯 带我观看 这徐楚 许仲康 抬头这么一瞧 果然有埋伏的兵将啊 徐楚 仔细一看 嗯 这队兵 非常的奇怪 也就是几百人 一半打着青旗 一半打着红旗 是各走一路 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啊 徐楚 一琢磨 上回下侯敦 中了诸葛亮的埋伏了 火烧 勃望坡 烧的是焦头烂额呀 今天这插架 也挺吓人的 不行 我不能自己做主 我得禀报曹仁呢 他是主帅 徐楚 马上就打发这中军官 去禀报曹仁 曹子孝去了 这曹仁立刻带人 和徐楚 冰河一处 抬头 往这边观桥 他看着也挺新鲜 哎呀 这是大央歌队呀 还是民间艺术团呢 怎么又是红旗 又是青旗 来回这么扭啊 嗯 想着想着 这曹仁他乐了 徐将军 这是小孩玩闹啊 诸葛亮和刘备 没有什么能耐了 用的是一兵之计 就是忽悠咱们 你呀 你别害怕 你就往前杀 追到近前 他们就崴泥了 他们就崴泥了 来吧 二兵之计 就是小孩玩的 像军 味道 有什么来过